吴老师好 吴老师好 我是好 好 咱们今天开始节目之前啊 大家伙现在拿点茶水来 来吧 桌上这么涂呢 哎 你这给大伙喝的是什么 喝什么 这太闲儿一见了 菊花茶吗 给大家伙喝的 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伙喝点菊花茶呢 这个跟前两天啊 我们那个 一个节目组跟我反馈的信息有关系 有个事我觉得挺神奇 必须跟大伙分享分享 一个月前 我突然觉得自己脑胎脏脏的疼 还迷糊 晚上睡睡觉 就突然心慌了 老惊醒 我好心查着血压吧 结果居然达到了135 以前从来没这么搞过 连续一个礼拜都这样 就闹心坏了 可是上网查一查 看看怎么办 结果上面写 平时可以喝一喝菊花茶 我看挺有意思的 就试试吧 没想到喝了半个月之后 血压还真降下去了 太神奇了 别动了 不可能 就干喝这个菊花茶 血压就平稳了 不可能 我不相信 你不信 你们大伙信不信 光凭菊花茶 不一定能降压吧 菊花茶 可能是没有效果吧 没有效果 也不信呗 是吧 对 我也不相信 我就是高血压患者 我一般情况下就是感到迷糊 头胸膊的时候 头昏 我主要是上医院 开药 吃药 吃降压药 这个不相信 我没有这个病 但是我听说 必须得是降压药能管事吧 嗯 菊花茶 能吗 我是老高血压病者了 我也不相信 所以我就是长期吃降压药 好 你看问了一大圈 大家伙跟我的想法都一样 觉得这事压根就不靠谱啊 干啥呀你啊 我跟你说 还你们觉得不靠谱 嗯 不信你 给这个方子的人 现在就大专家 老朋友就在旁边 你问吴老师 吴老师 吴老师 老师你看见没 他遭一圈质疑 这个肯定要遭到质疑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对高血压这个病啊 可能了解的 可能只是一方面 对高血压的整体了解不清楚 他并不是说你已经高血压了 吃了降压药呢 喝菊花茶 血压下来了 不用吃降压药了 嗯 不是这么回事 高血压是一个 整个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疾病 他整个的病程啊 也有很长的一个一个病程的 他但是又会线的一个疾病 他会线的病程 他本来就很长的一个疾病 他还是会说不回事